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跟大家通报一件事情 今天的中秋节您咋过 我不知道 我是决定到西安去 为啥 中秋圣堂夜宴呐 夜宴那好吃好喝的呗 夜宴那当然大宴宾棚啊 夜宴那当然是有头有脸的文化人 大家到这一块来 当然讲中秋讲文化讲圣堂 讲李白杜甫白居易 讲王之焕 热闹的一个场面 时间没记错的话应该9月14号 人家让我引诵唐诗 还让我说说这个这个唐诗有要求 一定是唐朝诗人的诗 第二是一定和酒有关系 那不就是李白吗 李白都就十百篇 长安市场酒家棉 天子忽来不上传 自称臣是酒中仙 唐朝的诗啊 那随便那首诗 据说是有六千多首还是七千多首诗 都是讲酒的 叫说诗歌啊 酒精含量最高的一定是唐朝的诗 说到这儿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著名的华记演员在上海发出一种感慨是司马南太业语 说我吟诗的诗根本就不入流 说我不是李白 说我不像李白 说我不懂李白 说我不理解李白 说的都对 第一我业语 第二我不像李白 第三我不懂李白 你说的都对 但是有一条啊 业余他这个东西不见得不好啊 除了人家专业的不都是业余的吗 郭德纲说相声专业的啊 您也华记系专业的 白岩松做新闻分析专业的 那剩下呢干别的事都是业余的 白岩松踢足球也业余 所以这次我去参加中秋圣堂夜宴呐 我想了想还是朗诵李白的枪敬酒 但是李白枪敬酒 有人说了不读枪 读枪 读惯了 就枪就枪吧 枪枪枪枪枪 还有李白一首诗也是讲酒的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那首诗开篇就讲金尊清酒斗石千 金尊清酒斗石千 玉盘真修 值万钱 玉盘真修 每位家有 玉盘真修 值万钱 亭碑投注 不能识 拔戒四顾 心茫然 玉渡黄河冰色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 闲来垂吊 碧溪上 呼腹成舟 梦日边 行路难 行路难 多其路金安在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 这首诗我非常喜欢 就像到了一定年纪 你才能懂曹操 才能懂得雄魂大气 悲壮慷慨 懂得人生大不易一样 白居易居精大不易 那人到了一定年纪 才知道李白所讲的 行路难呀 有多难呀 玉渡黄河 冰色川 全是冰茬 江灯太行 雪满山下雪了 闲来垂吊 碧溪上 这休闲了吧 呼腹成舟 梦日边 行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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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其路金安在 风水轮溜转 今天到我家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 所以那个动画边要用喊着的声音 那才是圣唐的气象 刚才那片子叫长海三万里 这个片子很肚子 大家看过没 没看过 我提醒大家一定去看一看 从第一人称高市的回忆 串起了李白杜甫王伟 几十位顶流的大明星 说的是大唐往事 在片子当中 李白一生都在出世入世之间挣扎 唯独不停的是 杯中酒和笔下诗 唐朝的世人喝酒 那是 欧阳湖出狱 要喝呀 朋友小聚要喝呀 登高远望要喝 思念故乡要喝 入世交际要喝 怀菜不云 那更得喝 喝闷酒啊 就连修道也要喝他个痛快 存负子端求生 就你们哥儿俩 跟着我 你们俩是我的铁词的兄弟 来 皇上不待见咱 高丽氏妒忌咱 那咱也得喝 一场场的酒局啊 这些栩栩如生的角色串联起来 繁盛包容的长安 浪漫温柔的扬州 大漠孤烟的赛北 以及山清水秀的良缘 要说喜欢呢 还是李白的胸怀大呀 大鹏一日同风起 浮游至上九万里 其实李白这个人 他当诗人 他是诗仙 顶溜 他自己不这么觉得 他老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大材料 应该是经国济世的材料 其实他未必治国理政 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建设 李白未必行 人家皇上叫他到身边来也是随时招呼你 有什么风雅之事 请你来作首诗 给杨玉环小姐姐作首诗吧 李白提一笔就有啊 还记得那首诗吧 杨玉环很多人都以为就是个美女 杨玉环是唐代著名音乐家 那当然了 如果不是李皇上喜欢他 李白也犯不着给他写 云响一声花响容啊 春风拂尖 鹿华农若非群域山头剑 会向摇台月下逢 这是之一 还有之二 还有之三 得了 之三最有名的 名花倾果两相欢 常得君王戴孝看 君王一看你就笑 你说音乐家不光音乐才华 肯定是有人缘啊 有皇上缘 说到事本来是想讲讲这个陕西的西凤酒 下期我再跟你讲圣台文化 李白都府白剧怎么就跟西凤酒就能勾连起来 感谢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斯马南 再见